校园环境剧场 环境剧场 顾名思义 它就是因着这个环境的地形 地物为舞台 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剧场类型 在环境剧场的演出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不但观众演员 都同时融入了这个环境 在这个环境的 衬托跟烘托之下 它们可以更融入 整个戏剧表演的情节当中 接下来让我们经由 这一个演出 对整个校园进行一场巡礼 同时你可以回顾 这国中三年以来 在校园的每个角落 所发生的点点滴滴 以及喜怒哀乐 欢迎来到环境剧场 那一年我们一起喜欢的女孩 这是一群同班三年的好朋友 她们在毕业前谈论她们的梦想和希望 这个礼拜五就要吃现实验了 你们有想要去吃哪儿吗 吃披萨 肯德基 不要啦 披萨不好吃吧 这你到底在哪里吃啊 这个嘛 这次的现实验好像要搬在教室 搬死了 为什么啊 因为老师就不来嘛 所以家长就想说在教室吃一吃就可以了 为什么老师不来吃不来 现实验老师不来 对啊 那很奇怪 好喝 我要喝水 好 这一招 快毕业了 你们毕业以后还要干嘛 上高中吧 还要考这招 你要考哪 中三啊 中三 你考不上吧 你那么混 你可以啦 他可以 你又考得上吧 我考不上 那是女校 我是男生 对啊 你要考我啦 对啊对啊 你们毕业前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吗 有 有 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做 不是啊 这是秘密 现在不能跟你们说 不过时机到了 你们自然就会知道 又在工作 为什么要 什么的 想知道他有什么大事要做吗 跟我们到第二个场景去吧 记得你啊 诶 你不是说你要做大事吗 哦对啊 这样啊 对啊 为什么说啊 呃这个 不是我发现的钱吗 对啊 为什么说没有什么啊 啊好啊 我可以跟你们讲 可是你们有答案你 不能说不去哦 好 好 当然不会啊 就是 其实我已经喜欢萱萱很久了 你喜欢萱萱很久了 对啊 先不说这个 你可以帮你忙吗 帮我们萱萱告白 来 呃 帮我跟萱萱 可是我对 来 是不是可以了吗 一句话啊 而且要帮他啦 可是 好好好 好 那我跟你讲 这个是萱萱最喜欢的 怪兽电力公司的材料 你到时候就帮我把这个送给他 好吗 好 那就交给你了 加油 啊 幸好我都不丢 我的相机 呃 等一下 萱萱可以留下来讲吗 好 那我说要给你了 嗯 好 呃 萱萱 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喜欢怪兽电力 所以 这个扇子里面是要给你的 然后 我喜欢你 可以帮我再一起吗 好啊 你刚才说什么啊 我 我 我刚才 真是看错你了 走 你走 来 离开了 原本要帮别人告白 结果自己却告白 爱情跟友情 他该学哪一边呢 其实我喜欢萱萱也很久了 在我的心目中 他总是那么的完美 人长得漂亮 功课又好 歌唱得又好听 我也知道在这所学校里面 有很多同学喜欢他 可是 没想到我竟然被我最好的朋友背叛 哎 难道他是故意的吗 一边是从高年级到现在都一直喜欢的学校里 一边是一年级就开始在一起好朋友照明 我没想到我竟然会跟君告白 而照明 现在照明 当女孩们知道男孩们的事情以后 她们要怎么样解决这段友情呢 你们觉得这样如何 放心啦 我觉得可以 应该我可以打新的头脑吧 哎 她来了 哎 走啊 看说 你先坐一下 我们有事要跟你讲 走啊 来 来你坐 什么事啊 哎 等一下啊 什么事啊 哎 等一下啊 我们有事要跟你讲 先坐下啊 是啦 来啦 坐下 我觉得呢 我们还是先到朋友好了 毕竟友情是一辈子的 对啊 现在要活动都头漫三年了 如果友情就这样弱变的话 不算可惜吗 另外啊 而且我们之前是说法要去旅游耶 那这样是要怎么去 不是 你们两个都是我们上周很久 没在一起聊天 哎 好啦 其实我觉得呢 我认真竞争 跟你竞争起来 也是不会输你的 只是看待我们两个是朋友一场 这次就 算了 好啊 算了啊 反正我也赢过你一次嘛 以后一定还会再赢啊 对啊 对啊 都跟你讲就保了 反正是这一次毒招 我比较担心 对哦 还有毒招 那 怎么办 我们去图书馆吧 好 走啊 好 走啊 去图书馆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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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死了 爱情层可贵 友情价更高 爱情不一定能陪伴你们一辈子 但是友情却可以陪伴你一生 谢谢大家来观赏我们的 那年我们一起喜欢的女孩 今天演出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